Lets Unbox! 我是刀坊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 走開! DELUX! GIFAD LEGS BY STAMP! 首先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上星期香港打風 8號風球 令我上星期沒有回到公司 所以有些玩具上星期已經到手 但是拍攝檔期打亂了 結果就退到今個星期才有空補回 這個Buy STAMP! 就是其中一件 今年的Buy STAMP! 老實說選擇來買 我很多都沒有買 老實說玩一下就很佛味 哈哈 但是作為最中方 必定都要賣的一頭一尾 始終很來很去 所以這東西都是一個Buy STAMP! 這個恐龍型的Buy STAMP! 就可以一分為二 Buy STAMP! Buy STAMP! 開出來和大家一起玩一下 好! 先看看 就這樣的 整件垃圾 連包裝都沒有 一個紙皮盒裝在裡面 好! 都幾大 好! 看看 整件都是用了透明的膠 同一條Buy STAMP! 前後呼應 Buy STAMP! 都是整條透明的 也有那些 像蜂巢一樣 格格的複眼 接著這個臂可以揭起上來 好! 好! 我們首先 將它一分為二 變成兩個印台 就是這樣的 好! 先拔掉隔圓紙 劫化到Lex OK! 按了這個按鈕之後 就會亮光 光都幾正 好! 先拿這個Buy STRIBER 先拿出來 先玩其中一個 那... 已經... 很淡色了 已經很淡色了 已經磁粉失效了 一年都不夠 已經這樣了 真是可憐 好! 變身成為這個 CAMMANIDA Ultimate Rebuy 這個一輝 標誌是完全顯不出來了 那些磁粉全部失效 真可憐 好! 之後呢 我們就 試一下Buy's的最終形態 吧! Ultimate Buy's 好! 之後呢 Buy's 變身! Sage 比撒技有分別,剛才說了We buy Gifado Finish,這次就變成Buy Gifado Finish 之後還有一個叫Final Remix Hitsatswaza 最終B殺技,我們首先插這個 好,我們先變成Ultimate Revise 之後就扭動這個按鈕,變成必殺技代機音 好,然後把他的頭打開 再把Buy Gifado Finish 這個,這裡有兩個滴的筍位,再壓下去 好,這個就是他們的Final Remix Hitsatswaza,最終必殺技 好,這個恐龍眼長按 好,這總共有四句對白,這個就是一輝 Buy Gifado Finish 呢? 好,這就是Buy Gifado Finish 好,這就是Buy Gifado Finish Buy Gifado Finish 呢? Buy Gifado Finish 呢? 都是有四句,哇,這句真棒 Buy Gifado Finish 呢? 每人有四句對白,都算是幾多東西玩 不錯,這個又 今天的爆箱指數 8分 真的算是幾多東西玩 可以分開兩個Buy Stambo,合上一個這麼大的恐龍頭 設計方面我自己幾喜歡 又有對白,又有必殺技,又有幾款 所以我覺得,以DX玩具來說,都算是多東西玩 而且造型都真的幾漂亮,不錯 就叫做好頭好味,就是為這個Buy Gifado 就下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今年的DX就應該,如無意外 不算限定的那些 如果公開發售來說,這個應該就是 今年最後一個DX玩具 不錯的,我收貨的 顏色又漂亮,玩法又算多 真的不錯的,這個東西 唯一就是,真的很慨嘆 就是這條腰帶,Rebuy Stambo 現在未夠一年 池粉已經完全失效 當初我們第一條影片玩這個腰帶的時候 都擔心我們小時候 都經常玩神奇畫版 一年半載之後 開始的池粉就越來越淺 甚至乎可能脫掉 永遠抹來抹去都很骯髒 那些池粉都黏在這裏 估不到這條DX玩具 這麼高科技 一年都不夠 那些池粉已經完全失效 那個印很淺 有點差 怎麼搞 2022年 那些神奇畫版的質素 還這麼差 怎麼搞 它會不會 電影完的時候 又出過那些 Memory Edition 現在戰隊很流行那些 加上一些對白 台詞、音樂 又出多條 畫版有點差 但是這件是OK的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Rebuy的朋友 這件都推介大家買的 都是那句 為今年無面超人Rebuy 做個完美的句號 今集就先玩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和Share給朋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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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媽的 IN